这个汤拌饭我真的 去爱 去爱 好我是Danny 今天呢我又点了 变太辣的曹氏鸭博 太长这个东西了 我今天没有加粉丝 因为我想吃米饭 那我们就开吃吧 还是先吃OK 猪皮 冬瓜 腐球 海带苗 这腐球好多呀 红瓜 果然 还喜欢吃这一家 蛋饺 鸭血 驾离鸭Ha learned 压鸭鸭 Was 压血 朝食是有压汉的 一般就是压脖子 压菌干压肠压肠 压育 压脚压头压手骨压菌糠 就像这些还会有鸡爪和鸡 committing 我先点了鸡爪了 待会儿吃 我要吃茶室的素菜 点荤菜更好吃 我煮卷了 先吃了 我煮卷饭 白开水 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 可是黄瓜条的话一定要煮软 黄瓜片的话就一定要脆的 土豆也是 一段时间喜欢吃那种 三沙的土豆 一段时间想吃那种脆的土豆 百变小鹰就是我 嗯 好吃 这个汤蛋看我真的 去爱 吃鸡爪 吃鸡爪 很大个 但是没有给它剪鸡 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糯是挺糯的 但是今天没有煮的很软 这鸟不不辣了 那肯定是辣的呀 但是我觉得每个人对辣的接受程度不一样 所以当我吃了这种东西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是我能接受辣度 我能吃到它的辣 而且它会辣得你很舒服很开心 就很刺激 你知道吗 而且 我觉得你吃辣的等级也是会 慢慢慢慢慢慢提升的 我最开始我也吃未来 但是我现在就能吃变态啦 能吃特辣 而且我都觉得不是很大 我能接受 但是 还是会继续抓紧 去吃特辣变态啦之类的食物 我这些那边已经可能免疫了吧 但是不是没有味觉哈 我有味觉 而且还非常的好 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见 拜拜